那我們就從這個下半段我們針對REST這個Toolbox的環境 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在你成功啟動之後 其實第一步我會先希望各位使用它的一個 在它應用的小程式裡面有一個所謂Image Calculator 這好像其實是從SPM裡面挖出來的 一個Image Calculator 我們先試試看能不能從我們剛剛所得到的這一組 SW MIM A REST 這一個影像就是我們說它是把整個時間軸 第四維度那個1到240個維度做過平均的一個影像 所以它是一個單一3D的8 但這一組影像我們可不可以用它來取出一個我們稱之為Brain Mask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砍出白色的地方叫做我們要做計算的區域 黑色的地方叫做Background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這其實在冰片地方我們沒有辦法砍得那麼乾淨 但是at least我們稍微去做一個這個所謂Mask的動作 原因在於如果你都不做 下場會變成它even是Background的地方都要去做這些estimation或運算 會浪費很多很多的時間 那這個圖已經是被我截過的圖 就是它的那個Background已經被我截過 如果你看原始的這個影像 你就會知道其實它那個這個黑的地方其實非常非常多 也就是說你很有可能是在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算空氣 那就是浪費你的運算時間 所以我們第一步會先試著用自己的影像 剛剛我們所運算完這一組SW mean A rest的這組影像 我們先試著透過在rest toolbox以下一個叫做image calculator 來去算一下它的一個mask 怎麼做 現在請各位就是開啟你的這一個rest的這一個toolbox 那它在右下角有一個所謂的utilities 它的一些小小的應用單元 請你點一下這個button 那它就會叫出這麼多 這麼多不同的一個button的一個選單 其中的這個第二個叫做rest rest imagery calculator 這一個請你點一下這個button 那就會叫出如果我們剛剛同螢幕上所說的這個東西 那實際上這個東西它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不是那麼單純 只是拿來做這個blank mask 它其實是可以拿來做一個比如說group 已經有10個人10個人以上的平均 它可以做類似這種事情 或是做一個差值運算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是一個你可以按一下右下角有一個help這個button 點它一下 它會告訴你說 其實在上面有一個所謂group image 跟下面有一個所謂individual image group image它都會用g開頭來代表 individual都會用i開頭來代表 所以你可以對group image做計算 你可以對這個individual image做計算 你可以有這些不同的一個東西 那它算完之後 會自動幫你create出一個算完的影像來 這是它方便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目的很單純 我們先不牽扯到所謂group 我們現在只有在individual image上 我希望我可以對這一個subject1裡面 剛剛所處理出來的這一個erasing state的fmr影像 做一個單純的一個我們稱作砍stress hold 就是做一個stress holding 一個1分為2一個動作 把數值夠大的地方 認為它是帶有ball訊號的bread 當數值太小 我認為它都是background noise 我把它設為0 當作是一個全黑的一個background 好 先按中間這個button add individual image 按下去 好 那當然我們剛剛在這個 如果你資料夾跟我一樣白髮的話 supposedly 你應該就會看到外面是一個swares 但這不是我們要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四維影像 這是一個四維影像 這不是我們要的 好 請你進到svmprocess這個資料夾裡面 找到我剛剛所說 大概是中間位置的一個 中間片下面有一個 swbinamri這個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一個三維影像 他是把時間走平均過的這個影像 請你按下開啟 那注意看它在前面這個listbox裡面的前端 會寫這一個 你剛剛讀進來這個影像 它是被它label為i1 叫做i1 所以等一下你要對它做運算的話 你就要打i1 好 你要打i1這個東西 那下面有一個output的directories設定 一樣我剛剛說我希望在外面保持乾淨一點 所以現在請你把它指到 我這個算出來的時候 我也把它指到就是那個 它底下的 比如說svmprocess這個資料夾底下 你不改也不會出錯了 只是等一下你自己手動再把它丟進去就好 剛剛其實只是指到subject01 請你再多一層指到那個svmprocess這個資料夾底下 目的很簡單 我就是希望那個資料夾裡面越乾淨越好 好 這邊不動 你等一下手動動也是可以的 好 關鍵在於expression 這一個 這個旁邊的這個edit 我要怎麼去做一個語法上的輸入 那其實概念上很簡單 你可以看到剛剛這個語法裡面 其實在這個 這個individual image 這個d 小d這個選項裡面 就有一個所謂i1 大於100 它就會告訴你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make a binary mask image at a threshold of 100 也就是說當你這樣key的時候 它會幫你以100當作是一個分界線 大於100設為1 小於100是設為0 那關鍵在於這個數值要設多少這件事情 請你進到你剛剛這個資料夾底下 剛剛我們說這個swmin這個影像 把它雙擊打開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你必須要自己 稍微的去勾入一下 去看一下到底要設多少 是比較合理的一個範圍 你現在看到我的游標 在這個頭的影像上亂動的時候 我的左下角就是這個位置 我的游標一次只能帶一個地方 所以你們自己看 左下角這個數字定在這邊 它是一個比如說81分之3點多 你要看這個斜線後面這個數值 才是它真正的數值 可以看到我現在在這個腦袋裡面 大概都是900 可能是有點太小 大概900、800、1000 但是當我慢慢的往邊面移動的時候 這邊都還是900 但是一旦我到了background裡面 它瞬間會掉到385 再出去一點270幾 所以這個看起來就知道 其實一旦你touch到brand去的時候 它大概都是700、800在跳 那我們保守一點 你可以砍到300、400左右 所以我們可以試試看 砍多少比較好 我們來試試看 這邊我們來試一個350好了 我們試試看350 看看效果怎麼樣 今天回到剛剛這個 Image Calculator這個視窗裡面 在這個expression的位置上 打上i1大於 都不要空格喔 i1大於350 就這麼簡單 i1大於350 我把它Key在Command Windows上 字比較大 各位比較好看 i1大於350 350 請你Key這一串東西 在你剛剛那個旁邊的Edit上面 好 完了之後就請你按一下 欸等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 Output name 我們修改一下 這個每一次都Output 裡面分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我的習慣會把它打成Mask 你就打Mask 你就知道說等一下 它如果有個影像開頭是Mask 它就是Brand Mask的意思 這個名字 隨便你取 但是只要不要是數字開頭就可以 ok之後就請你按一下Compute 會很快 很快跳出一個運算吧 但是因為這個動作很簡單 所以它瞬間就完成了 那你就可以回到你的檔案資料夾裡面 去Check一下 我們剛剛是輸出在SPM Process 這個資料夾底下 所以請你找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做Mask 然後它有一堆零加一個1.nii 好 nii就是我們說Nifty的那個格式嘛 那一樣 它現在如果你跟我是一樣的 就是 它的這個檔案的這個icon 是一片白紙 表示它現在不知道它是什麼檔案連結 但一樣請你按右鍵 用開啟就檔 好 那就請你直接選到 你可以把那個 以後都用此程式開啟這個選項勾起來 然後就請你選到 我們剛剛說MI crawl 因為它也可以開NII的影像 非常方便 今天就選它 那往後它就會把它 用這個東西開啟了 好 所以你可以稍微上下 錄一下這個 或是看一下這個3Fu 好 我們說旁邊這個icon 你可以切換到這個 第四個3Fu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大概取出來的樣子 所以只有在這個 Axial Plan 大概正中央旁邊 有一些這個頭殼去不乾淨之外 其實它其實去的還不錯 好 所以at least它至少 就可以幫我們省掉大半 去算這個background時間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做一個很roughly 但是可以幫我們減省大概一半時間的一個動作 brain mask 那如果你剛剛是不小心放在外面的話 其實你就把它丟到這個資料夾裡面 這個我不知道你們的習慣怎麼樣 因為我平常習慣是喜歡看到副檔名 就是檔案的副檔名 像剛剛這個情況 這樣子我就看不出來它是nii 我每次都要去往後翻 看到類型 我才知道它是nii 所以我的習慣是 我其實都會把那個 檢視副檔名這個事情打開 這樣子 這樣我就可以很快知道說 它是一個nii檔案 如果你是win7的話 你要在大概左上角 有什麼資料夾的選項 點它一下之後有一個什麼檢視 裡面有一個隱藏乙之副檔名把它勾掉 那你一樣可以看到副檔名 那你比較容易知道說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一個HDR跟IMG的一個pair 這是analyze 75格式的一個特色 所以這第一步很簡單 各位應該都很容易做到 可以嗎 好 這一步不做 後面會不會出錯 當然不會 但是你會浪費很多時間 而且你在最後影像層上 就會有很多雜點是落在那種空氣裡面 就是看起來不是很賞心願意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第一個function 叫做rehold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regional homogeneity 那一樣 它需要一點運算的時間 dependent on你電腦的速度 從2到6分鐘不等 所以現在第一步 我們先請各位把它按下去 等一下我們在解釋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好 我們先把剛剛這個utility的視窗關掉 不需要 這個image calculator也關掉 不用 我們回到我們這個主視窗 回到這個主視窗 那接下來很明確 我們要rehold 就請你按一下rehold這個button 那它會跳出一個 讓你選擇rehold的計算方式 有所謂kcc跟coherence 兩種不同的計算方式 那rehold是比較原始版 coherence是後來提出來 我們先用原始的就好 kcc 這個是它最原始的版本 等一下要跟各位做介紹 那你會發現 其實等一下不管你按哪個button 其實他們都是很類似像這樣的一個介面 但是for不同的function 比如說我先點給各位看 各位不用點 這個是kccrehold 比如說我點function of connectivity 它就長這樣子 比如說我點是alff 它就長這樣 其實都很像 很像有好處也有壞處 好處是你學習上面比較方便 那當然壞處就是你要分清楚 到底為什麼有的要這個有的 不要那個東西 是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那它會故意這樣設計 是有一個很方便的目的是在於 有一些針對rehold的image 後處理的前面幾個步驟 其實不見得每一個不同的function都要做 你可以這個方法做過之後 後面就跳過 就直接用它眼睛處理過 你現在來做後續的分析就可以 所以前面這一個你會看到 像第一步叫做detrend detrend 那第二步叫做ban pass filter 好 那再來是輸入檔名 這兩個都是可以讓你自由去勾 你可以去勾它或是不要它 也就是說你是optional 如果你前面其他的功能已經做過它 你就不要再做一次 因為你一直filterfilter 只是會造成一些額外的error 請你就是知道 當你第一次在處理這個影像的時候 你只要做一次就好 做一次就好 那現在先請各位不要問為什麼 請你先follow我的做法勾 等一下我再來解釋 我們先把第二個band勾起來 勾起來之後 後面的數字都請你不要亂動 再到這個input parameter這個欄位裡面 有一個data directory 後面這個browse的這個button 三個小點 點它一下之後 請你選擇subject01 是01喔 不要選到spm process 是選到subject01就好 平台這一層就好 按一下確定 確認一下你所灌進來的這一個 subject資料夾 是停在data斜線subject01這裡 ok 那這就是我剛剛所說 它實際上 它會是指定一個資料夾 而非指定一個影像 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說 你其實maybe可以一個 資料夾裡面有很多 比如說一個group裡面 有很多不同subject影像 它可以幫你batch的去處理 幫你批次的去處理 但是壞處就是 常常你要是裡面 其實不是不同的影像 只是同一個人 有的有做過smoothing 有的沒做過smoothing 通通通拿著現在做process 就會天下大亂 所以在這個case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各位 就像剛剛一樣 把不必要的檔案 通通移到別的資料夾裡去 好 下面這邊cluster 請你維持27個boxes 等一下會解釋 mask 請你選擇 不要用default mask 因為default mask 它有一個很強的限制 是你的矩陣大小 一定要跟它 原本在race裡面 所設定的影像矩陣大小 一模一樣 但這個比較麻煩 因為大家喜歡用的bonding box normalizer resolution都不一樣 像我自己的喜歡 就跟它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不推薦各位 用default的mask 請你用我們剛剛自己 create出來的 那個brand mask 請你用user user-defined mask 一旦你點這個radio button 之後下面這個 這個檔案的這個 就會顯示一個default 然後右邊一樣有一個 browser button 請你點它一下 這一次 你看它要你的檔案類型 是要你選擇到影像 不是資料夾 所以請你進到sbmprocess裡面 找到我們剛剛那個 辛辛苦苦監獄出來的 mask00001.nii這個檔案 按下開啟 所以你應該會有一個 完整的絕對路徑在這邊 那下面這一個 kccre以後以下的東西 以下的東西 你可以去check一下 比如說prefix 它這prefix其實就是它的那個 前面會加一串這個字頭 所以你就維持rehold map就好 那directory呢 它會預設到你現在 現在當下的這個 current director folder底下 那其實我 習慣是我就留著不動 但是我事後會再建立rehold map的資料夾 再把那個create出來的 新的檔案丟進去 那等一下各位跟著我做好了 那下面都不要動它 請你直接按下do all 好 它只要還在運算 就會變成這一種 紅底綠字的這種情況 就是表示它現在是一個 正在beasy running的情況下 請你不要再一直去蒙點它 點一次就好 點一次就好 這個按照你電腦的運算效能 兩分鐘到六分鐘不等 所以我們先不要管它 等一下有人跑完 就告訴你的跑完了 這樣讓我確定一下 這個是沒有問題 至少在我自己另外兩台電腦上 這樣是沒有問題 可能這邊的sbm灌得有問題 好沒關係 我們繼續看一下 我們先來解釋一下rehold 到底是什麼意義 像我剛才所講的 這個所謂的functional connectivity 大家很容易去聯想 反正在不同的腦具 或不同的voxel上面 只要他們有類似的 一個pull訊號的震盪 我就認為說他們之間有 這個功能上很高的一個相關性 但是rehold是在2014年之後 被提出來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想法 integration之外 segregation local information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也可以代表著 功能性的一個資訊 看一個例子來說 它有一個很強的假設 rehold這一個 這個是後來已經變成他們的一個代稱 rehold是假設 這個是從他們文章上引用下一個句子 它假設在一個 功能性運作的情況下 或是在一個functional的一個bran裡面 如果說這個局部的 局部的這個所謂均勻度上升 什麼叫均勻度上升 就是局部的這些factor 他們變動的情況很類似 那麼他就會認為說 這一些region實際上是 involved在同一個特殊的功能裡面 這上面一個很強的假設 就是所謂local的segregation 或是local的feature 其實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功能性混化 但是以一個非常局部的概念來看 那其實這有一點是反過來 因為在早期 一開始其實我們所想的 都是比較偏向這一種 所謂功能是分家的 動態有一塊就是運動 腦筷有一段就是視覺 有一段就是聽覺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到了近期才慢慢出現 所謂integration 由conference中所提出來的 integration的一個概念 ok 那rehold其實是反過來 再去檢視一下這件事情 是不是在真的活化的過程中 rehold這個特徵 局部聚入這個特徵 其實也能夠真的代表 所謂brane activation的一種現象 那這個跟我們剛剛所提的GLM 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剛剛說GLM 如果你要能夠去detect到 哪一個腦區是跟活化相關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你那個model的假設 比如說前10秒是動 後面10秒是停 你需要有一個curve 一個time series 是在描述你所謂的block design 或者甚至你是event related design 都沒有關係 你需要有一個model 用這個model 去跟你所影像上 所量測到的board 去做相關性的一個檢定 但是在rehold的世界裡面 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在racing的世界 或是 在一個task specific的環境下 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動 什麼時候不會動 但是我只care一件事情 就是局部的均勻度 如果在某些時間點上 局部的均勻度提升 或者我說 有在局部的這些fuzzle裡面 他們的這個 訊號的 fluctuation 的這個相似度很高 那我就會認為說 其實這一些區域 都是involved 在某一些功能裡面 當然 你不見得能夠去defy 這個功能 是運動 是聽覺 是什麼 你不知道 因為你畢竟是一個task free 是一個沒有工作情況下的 一個racing step fmi 但是at least 你可以去告訴人家 一個所謂grouping 或者一個局部 network的一個概念 我們看右邊這張圖 這個是他們在原始發表 在new image上 這篇文章 他們實際上 很有趣 他們就是拿 一個 他們不是拿racing 喔 他們實際上是拿 做手部運動的 一個受制者的資料 手部運動受制者的資料 當然你可以用傳統的GLM 去分析出 哪一些腦拘束活化 目前我們所知道的是 在單側unilateral運動的情況下 對側contralateral的motic cortex 活化會作為明顯 同側ibus lateral 會有局部輔助性的活化 中央的SMA 也會有活化的情況出現 那這個概念其實已經變成 是大家就是比較認可接受 雖然這個 debate 就是這個爭論 其實沒有停下 就是大家還用很多 比如說 我們說那個 Granial Cosality 甚至是用了這個DCM 大家去推銷 到底是同側去induce 右側活化 還是同側去抑制 對側活化 就是一堆這種model出現 但是大體商來說 大家都能夠接受 同側比較弱 右側比較強 就對側比較強 這個現象 那當然這種情況 是用GLM model做出來的 可是同樣的這個作者 他就把這樣的一個功能性的data 在沒有任何model 假設的前提下 我只是去看所謂Pixel Pixel 他們所擁有這個Bold的flutuation 他跟他周邊的這些neighbor 就是周邊臨近的這些flux的一個均勻度 或是所謂相似程度的一個比較 當然他這個做法都是 我剛剛說的 強調是local跟neighbor的概念 他不是一個像傳統function connectivity 就是我每個fussle都去跟 剩下9000多個fussle都去算相關性 不是 他是看局部的均勻度 那有趣的是 右邊 右邊所得到的就是這一個rehold 所算出來的圖形 當然這個裡面有幾個不同條片的參數 rehold 這個橫軸 代表的是我考量neighbor的數目 如果我只看我自己臨近的7個fussle 19個fussle跟27個fussle 他得到的map會長不太一樣 如果我用的那個smooth kernel的大小 從0mm一直到8mm 也會造成我局部均勻度不一樣 當然 你的這個半寬全高越 越大 當然你的局部均勻度就越高嘛 因為你就是把越多人拉進來做平均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越往下 平滑度越高的這個東西 他的這個cluster就會越大 這個層次出來就越大 那你的這個neighbor的數目考量越多 也是越大 好 但有趣的是 這樣結果你一樣會發現出很類似一個 我們用這個GLM所得到的一個 所謂Motor Activation的一個map 一樣落在雙側的primary motor cortex上 好 這個現象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even只是端看一個所謂局部均勻度 你一樣可以找到類似於 所謂用GLM model based的方式 一樣的一個活化 pattern 但不一樣地方在哪裡 好 藍色代表的是 在運動過程中 均勻度下降 均勻度下降 紅色代表的是 在運動過程中均勻度上升 就是相較於所謂Racing而言 你其實在執行這個 工作過程中 他其實會有這一個變化 也就是這個變化是 對側他的均勻度會上升 他會齊心協力的一起努力 但是這個 在同側會有一個很明顯 大塊顯著跟Racing不一樣 但是它是一個 均勻度下降的不一樣 這是非常有趣 那這個東西在作者的這個 discountry 他們claim是說 這個東西跟電森裡的發現 是非常有關係 但你以為這只是 到目前為止的一種想法 因為他後面的很多生理醫 並沒有被完全的驗證 但是 不能不承認這篇文章 已經被Site了數千次 很可怕 2014年到現在已經Site了數千次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章 說那麼多 但他沒有確定說 沒有經過電森的 應該是說 一般他們在影上發生這種東西 他們都會 就是直接去Site 過去電森裡發現 是說其實也有這個 所謂同調性上升下降的現象 那傳統 具有用這個model 是沒有辦法說明這件事情 因為具有用這個model 就只是相關性高或低 對但他這個是有所謂同調性 就是所謂 共同的 或是是一個 discriminate 沒有 因為有些人 有那種癲癇 可能會有 應該說最近我其實沒有在去Site 如果你對一些像癲癇 或者是像一些失智症患者 如果對於這種所謂 絕不均勻度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像這種東西 在一些腦傷病人上 其實也都有應用 他其實就是為什麼 他被提出來之後 被Site那麼多次 是因為他是一個 跟傳統的 Totally different的一個Vision 但他某種程度上 又可以去refer到類似的概念 可是卻是一個不一樣的生理意義 各位要記得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在做影像上面 千萬不要只是說 影像告訴你 就是活化不活化 That's all 如果在影像背後 你不知道他的 physiological basis是什麼 或是你沒有辦法去 answer 他所代表discis的一個 representation是什麼 那影像中就只是一個to 那你也寫不出高分的文章 你也沒有辦法得到一個 真的對於所謂 臨床 或對於社會有貢獻的一些answer 所以這個是 兩種方式 要嘛就是你要跟生理結合 要嘛就是你在前端的 實驗操弄上 你就設定很明確 你去用工具proof說 這個操弄就告訴你 其實 每一名某一些回路就是走這條 不是走那條 那就是有趣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大家可以 稍微思考一下的地方 那 那 KCC這個詞啊 它其實是一個 Candle這個人民的一個縮寫 那 各位先不管它 各位又記得KCC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KCC怎麼算 KCC怎麼算 那通常 我不知道各位怎麼樣 但是一般人在念 一些新的技術文章 每次看到數學的時候都會故意跳過 但是我鼓勵各位不要這麼做 所以我現在要強迫各位來看一下數學公式 這樣子 我們現在給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假設我這個影像上就只有三個 三個Foxel 我把它視為是 就是同一個cluster 這個C 其中一個C 就是cluster coefficient 意思是說 它是代表一個小小的群落裡面 他們的一個相關性的高跟低 所以在這裡面一定會induce一個所謂cluster概念 cluster的大小 會影響到你所計算出來的結果 cluster越大 相異性 理論上來說機率會越高 cluster越小 理論上所得到的這個同質性機率就會越高 所以這個相應跟這個相似相應這件事情 其實會受到所謂cluster size的影響 那我們現在舉一個例子 就是只有一個三個Foxel的一個cluster 那橫軸代表是什麼 代表就是我們說Bold fluctuation 那個Fallon 就是我們說time point 像我們剛剛那個例子240個Fallon 那我們現在把它舉成是5個time point 好就5個點喔 那你這個情況下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 不要像一般的影像這樣擺 我們把它擺成是一個3x5的一個矩正 好3x5的矩正 那現在各位用肉眼上去看 你覺得這3條 3條訊號像還不像 各位看得出來嗎 像還不像 看不太出來嗎 就是好像 至少可以肯定是數值沒有完全一樣 好 但是我們通常在說所謂相關性 相似性的時候 我們追求的不是exactly the same 因為在身體訊號上很難 你找到兩個Foxel的訊號數值一模一樣 但是我們care的是什麼 我們care的是他們的synchronization 他們的同調性 他們的同步性 當我變高 你是不是也跟著變高 當我變低 你是不是也跟著變低 maybe我們baseline不一樣 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正常趨勢 maybe中間就隱含了一些connection 好 以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保留絕對數值的意義不大 所以其實在這個KCC的參數裡面 他provide的一個我們稱作rank 排名的一個概念 rank排名的概念 也就是說 大家最不喜歡的事情 就像以前如果你是念自優班 跟你是念倒數 倒數第一名那種放牛班 這個每一班都有所謂的第一名 好 但是第一名都可以上台領獎 但是那個自優班的第一名 都會看那個放牛班第一名很不順 就會覺得你們班都在混 你這邊考了60分你就第一名 但是我們班我要考到99.9分 我才會第一名 但rank就是這種概念 我不care大家數字怎麼樣 但是我只用排序的方式 來呈現一個震盪趨勢 如果我現在請各位 對第一個raw做排序 大家從1排到5 從第一個數字開始念 應該會變成多少 這邊是1 所以是1 2 3 4 5 所以你排序起來 其實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同樣你可以對第二個raw 第三個raw各自去做一個排序的動作 所以它長得就像這樣 當我一換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他們都還蠻像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rank 其實都一模一樣 都是43152 都是43152 所以雖然他們baseline不一樣 雖然每一次我們說震盪的幅度 也不見得一樣喔 我剛剛所說這種理想震盪幅度 是不太可能的 今天有可能一個pixel 它的血由數字上升 或ball的訊號上升 另外一個也有上升 可是不會同等級 同幅度的上升 它可能是輕微的上升 但不管怎麼樣 我可以看到的是說 他們在整個時序上的排列 他們有類似的rank 就是類似的這個 時間上的順序 所以我們常常會這樣講 我們會把時間點 當作是一個object 這個object要拿去做排序 縱軸上 這個三個fox 我們稱作judges 我們有三個點 要去判斷它 會有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KCC的算法很簡單 KCC可以先給各位一個 最後的解答 當KCC等於0的時候 表示他們非常不像 就是這個cluster裡面 這三個fox 都非常不像 當KCC等於1的時候 就是幾乎是走勢是非常像 非常好記 這跟我們在那個 一般相關性的概念上 是很類似 只是沒有正負號而已 第一步 如果你要算KCC 第一步實際上 你會先做一個所謂 sum of rank sum of rank 它rank的方式是 就是我們說這任何一個位置 我們說這個舉著 假如叫做一個rank的matrix 它就叫做RIJ I就是指第幾個raw J就是指第幾個column 或是應該反過來寫 他這個I是第幾個column J是第幾個raw 像這樣 那我把這個RIJ 先對所有的J做加總 所以對所有J加總 就是我把所有的raw加總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原本RIJ我會得到就是 R1 R2 大R 大R1 大R2 大R3 大R4 大R5 每一個都是這三個數值的加總 三個數值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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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 算平均 平均 就是把你所有這些數值做一個平均 那二話不說 理論上 都會是9左右 因為它其實就是這麼多的數值在做 亂排 可是你最後就是sum of rank 就是做平均 所以它最後都是9 那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做差值運算 你把每一個數值跟平均值做差值運算 這概念很簡單 這跟我們的center deviation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我們今天想要了解 大家的離散程度有多大 就把大家跟一個代表性的數值做差值運算 如果說大家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大家平均值一定也就是那個數值 所以一旦做差值運算一定就是0 但如果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我說差值運算就是某些人會數值很大 某些人數值很強 但加上起來總而言之 還是一個偏大的一個數值 所以當這個差值運算 每一個去跟平均值相減之後 平方相加 最後得到的是s等於90 最後一個神奇的公式就是最後這個kcc的數值 w就是kcc 會等於k平方 k是指你總共有幾個rho n是指你有幾個時間點 這個公式 這個s就是我們剛剛算的similarity 是90 這公式放進去去算 以這個case來說算出來就是1 剛好是1 也就是說當你在這個走勢的情況下 我可以answer你這三個點的similarity 相似程度 我有百分之百分把握告訴你 他們是走勢非常非常像 走勢非常非常像 可以齁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例子 我們說完全identical的例子 然後你就長這個樣子 那第二個 第二個例子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東西一樣 請各位再做一次排序 如果你用同樣的概念去排序的話 你會發現雖然這個數值亂七八糟 但是我一排序出來的結果是長這樣 4315251234跟32415 那這樣看起來在各位眼中像還不像 各位覺得就不太像了吧 但是不太像總是要給人家一個量化的數值 你不能說不太像 那不太像有很不像跟不太像不太一樣 所以一樣你就follow剛好流程去做計算 很簡單 這個都是你用筆算就可以算出來的答案 答案是0.27 它是一個所謂lower concordance 他們是低共同發生率的一個現象 但是有沒有完全不像的0這種case 有這個曲子 看起來剛剛好東西 其實數值都一般 只是我到處在亂掉它 就是左邊右邊亂掉 但是得出來結果像這樣 4315235412跟21435 他們有一個共同特色 每一個colour的加總都是多少 剛好都是9 所以這個平均值一減就會是0 為什麼這個矩陣跟上面那個矩陣 會稍微有那麼一點差 所以看起來都很不像啊 是因為上面某一些矩陣的走勢 可能是有關係的 這個是像還不像 這個是不像 這個 有一些還是有關係 什麼叫做有關係 比如說增加下面的也可以增加 1到5是增加 2到3也是增加 4到1是減少 比如說部分還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還是有 4到3是減少 5到1也是減少 但是下面這一種就是跟你暢反調 它就是跟你玩4到3就變3跟5 3到1 這個有像 5到4 差一點 這個1到5是增加 這是減少 就大理題有點 其實他們都會有一個逆向的一個現象 所以他們其實都會呈現出 最後是一個相似度幾乎是0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可以去掃過影像上所有的Foxel 每一個Foxel 你都可以去考慮它周邊的neighbor 比如說周邊左右拉個3個Foxel 4個Foxel進來 我就看一下相似度是高還低 每一個Foxel都 assign 上一個這個叫做KCC的一個rehold 局部均勻度的一個數值 neighbor的定義方式有很多種 但是在Rest裡面或是在SPM裡面 所定義的方式都是這一種 我們用三種不同的名詞來描述neighbor 鄰居有左鄰右舍 也有上面跟下面 也有前後左右 也有斜前方都有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 Surface Edge 跟Corner來描述所謂的neighbor Surface的道理很簡單 就是只有跟我是面對面Touch在一起的 面對面Touch在一起的 這個才叫做我的neighbor 所以你看到這個畫法就是 只有我的面碰在一起才叫做neighbor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以一個立方體來看 我的立方體有幾個面 就表示我有幾個neighbor 假設它是一個Fully Occupied的 一個這種很規律的矩陣的話 那它就會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六個面就有六個neighbor 那Edge Connected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今天只有一個邊碰到 沒有一個邊喔 一個邊碰到 所以長得像這樣 也就是說一個立方體它有幾個edge 幾條邊線 總共就是有十二條 它就有十二個neighbor定義的方式 那Corner就是角 所以就只有八個 就是斜角這樣子 所以當然我們在定義neighbor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有所謂Surface Edge跟Corner 但是我們在定義所謂Cluster的時候 會非常這三種Type 做一個加總的情況 總共有三種情況 一種叫做7Foxel Cluster 就是六個neighbor加自己 所以一個Cluster是由七個Foxel所形成 第二種叫做總和Surface跟Edge的 這種connected neighbor 通通把它拿起來 所以叫做六加十二加一的 一個十九個Foxel的Cluster 當然也有全家 我連空人都加起來 它就是一個3x3x3 所以它就是27個Foxel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剛剛在那個rehold的左邊 你看到的Foxel有七、十九、二十七 非常204年 這一片neural image的文章 告訴你 這個所謂Cluster的size越大 你最後所得到rehold的均勵度 應該說它的那個找到有顯著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幾率會越高 因為你開的這個範圍越大 但是在無形中 你計算過程中 當然它可能造成一直線 產生幾率也會越高 這個是一個衡量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我剛剛說 另外一個factor 是所謂的smooth的那個factor smoothing的那個factor 就是我們要開3D Gaussian Filter 的時候 我的半寬全高 是開多少 應該是半高全寬 是開多少 那各位如果回去看我這個batch 其實我是設6 是設6個兵兵兵兵 那這個其實是因為他們這個 原本那個作者所建議的一個數值 就是我們通常在FMRI處理上 都是從4、6、8不等 這三個數值最常用 但是因為6是他們的all者所建議 所以最後我使用是6這個數值 好 如果你的跑完了 請你回到你的comment window上看一下 很不信我不能show我的comment window 因為我的跑不動 所以請你看自己的comment window 你應該會看到 如果正常跑完它有分兩個section 就是你去找什麼叫兩個section 你去找有個elapsed time is多少second 這句話應該出現兩字 這個有一個是在屁股後面 有一個在屁股後面 你有看到有兩段 有看到 一個是所謂ideal rectangular filter 一個是rehold 看得出來吧 所以前面其實在做濾波 但是後面才是真正rehold rehold所謂每個voxel來voxel去算 所謂局部均勻度的一個計算 那前面這一步 就是我剛剛說的 如果後面的計算也需要用到filter 你就不用再算了 其實你只要算後面 比如說這是rehold 現在這是al、ff 不同的一個運算方式 所以各位可以加總一下你自己的時間 你們大概花了多久時間 你們大概花了多久 80秒 80秒就跑完了 兩個加起來 16秒就跑完了 差不多 就差不多是接近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對 表示各位的電腦效能都還不錯 那這個是很不幸 我用家裡一台這個小小的一個 輕薄型的筆電算 他這一算就要算六分鐘 所以這個就是你可以去評估一下 我們剛剛說那個parallel的一個核心數目 你電腦的i7 i5這些運算上 其實都會影響到 那你算完之後 請你做類似的事情 請你把剛剛 你回到你那個subject01的資料夾底下 你會發現除了 這個好像貼錯了 應該除了swa之外 還多了一堆rehold開頭的 有一個文字檔跟兩個 一個m開頭 跟一個是這個r開頭rehold開頭的 我看一下我資料夾應該 好 你應該會有這三個影像 這三個檔案 除了剛剛說的那個之外 那現在請你多建一個 叫做rehold map這個資料夾 就是一樣 我的習慣就把它丟到別的資料夾 所以請你在subject01底下 建一個rehold map 然後你把剛剛那三個檔案 全部都丟進來 因為其實Dtrend這件事情 各位應該知道 Dtrend其實在做的事情 是所謂 把一個baseline drifting給丟掉這個動作 舉個例子來說 在我們的影像上 如果你看到 假設我們說 一個連續的ball的訊號 假設它的這個震盪 不像我們剛剛畫的這一種 就是一直在baseline 它是這樣子 它會飄飄飄飄飄飄 就越來越遠離 所謂的baseline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一個drifting 一個飄移或者是一個 baseline shifting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透過剛剛那位同學所提到的Dtrend 就是我們說去趨勢 中文翻譯都很奇怪 去趨勢Dtrend的一個現象 把這樣的一個 線性的一個飄移的現象 減掉 就是你去feed它之後 把它減掉 那就可以讓它回到 像這樣那個線上來 但是因為這個動作 其實跟我們在ban pass filter裡面 做的事情有一點像 ban pass filter 如果你去看它最後濾波出來的數值 也都會在零附近做震盪 因為ban pass filter 就是在把低頻給丟掉 那這個drifting 它其實就是個非常低頻的成分 你可以想像 如果說我今天畫一個 很大很大很大的坡 它大概就是 沒有繞圈沒有繞圈 不好意思 就是畫一個很大的坡 它就是那個坡的前面一段 它是一個 遠小於0.01以下的一個震盪片段 所以通常對我來說 Dtrend如果要做 它要是那種所謂nonlinear的Dtrend 對我來說才有意義 如果是linearDtrend 我常常會覺得說 只要你的ban pass filter 開的平台是遠高於這個 drifting的平台 我就會不再去勾它 因為等於是 做越多事情 其實越容易出錯 你做任何一個數值分 都有可能會induce extra的bias到你的影像上 所以通常我就是 覺得它不必要 我就不會去做它 但是你們可以測試一下 就是你勾它 不勾它 去比較一下幾波 什麼不一樣 這是可以的 所以SPM它做前術 其實比較少做 但是它也有filtering 但它沒有Dtrend 它沒有Dtrend 對 好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進來 總是要眼見為憑 如果這個分析完之後 就說你多兩個影像很空虛 那 當然這個影像 如果你直接一下 我們剛剛要用mricro開 是可以的 可是它就是一個黑白影像 沒有很強烈的感覺 所以現在請各位就是用 我們可以用它所提供的一個fewer 好 在你剛剛這個rehold的最下面 有一個slicefewer slicefewer這個button 然後請你稍微點它一下 會挑出一個 乍看之下好像很像mricro的一個視窗 這個 它連圖示都copy人家 有點不太道德 但是看起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好 這個視窗 它一樣就是呈現我們所說 常說的這個3D field 就是sagital chronal 跟sagital 三個field的一個呈現方式 那怎麼使用它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它的區塊 左邊當然就是你一個 游標所在的位置 你看我現在如果這樣點它 它這個游標的位置就會跟著去做跳動 好 那這邊你可以選擇就是放大倍率 你要兩倍 你要三倍都在這邊 就是做一個放大倍率 我先選一倍就好 好 那再來這邊會告訴你說 你今天用的是一個 MNI還是Terra Rock的一個坐標系統 那一般我們都找SPM 所以主要還是MNI為主 好 那下面當然這就是我們說 你可以單看Axio 這個都是一樣沒有問題 重點來了 今天我們要去review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處理出來的影像 長什麼樣子 主要就是這兩塊 你有一個所謂underlay 跟一個orderlay 底層 一般我們都電anodmicroimaging 上面那一層我們都會電 比如說剛剛算出來rehold的那個均勻度的map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你要點它 在這個後面都有一個browse 一樣點點點 三個點的一個button 請你點它一下 好 直到你剛剛那個rehold map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好 欸不對 我們現在要選的是anatomy 不好意思 請你直到跳出來 直到SPM process裡面 我們剛剛把anatomy都丟進來了 我剛剛說我個人比較喜歡用的是 mwamat 因為它是做過bios correction 而且normalize過的影像 你可以選擇這一組 mwamat.img 雙擊它 它會跳出一個警告視窗 告訴你說 你現在不是用1 by 1 by 1 resolution 因為我們normalize 1 它實際上是2 by 2 by 2 按下ok就好 不要管它 比例有點小 稍微放大一點 把它調整兩倍 我調整兩倍 那接下來我們在overlay上 我們剛剛rehold算出來的影像 所以請你用後面一樣這個 這個點點點的那個button 這個時候就要請你進到rehold map的資料夾底下 你會發現有兩個影像 一個有m在前面 一個沒有m在前面 有什麼不一樣 只有rehold開頭的代表就是剛剛那個算法 就是kcc算出來一堆數值 它應該是用除的嗎 對 define by min 所以這個是一個就是rescale的一個動作 就是看你今天想看的是什麼 那我們先用原始的就好 請你點下面那個rehold map 不要有m的 按下開啟 有mask過後的話 你就會發現旁邊那些有了沒空氣 就不太會有亂七八糟的數值 那當然現在這個是一片紅也怪怪的 你會發現在左邊這個 這個c overlay裡面有一個stress hold的一個slider bar 那旁邊有一個edit 你可以直接去key數值 那如果你想要欣賞一下這個數值慢慢調高 會發生什麼變化 你就用點的 跟我一樣 不要點那個箭頭 你會點到很痛苦 你點那個bar的位置 點bar的位置 你稍微可以看到這個走失怎麼樣 所以大概我拉到0.8級的時候 大概就已經差不多 這個影像 我不知道你們跟我一樣還是不一樣 應該差不多吧 就是0.8級 好你就會看到這樣 那我現在想要強一點 我就調到0.9 我想要看到均勻度高達0.9的 這些pixel在哪裡 好 那你就會發現說實際上 在這個影像上面 他們原作者2004年newinby這一篇 他們其實都直接告訴你 用肉眼去看rehold的map even你砍的stress hold 意義通常比較難去解釋 你有難去說這個map是什麼意思 因為它只是一個局部均勻度 但是當你加上一個局部均勻度 maybe會代表的是共同function co-function這種概念的話 maybe它可以代表是一個 我們剛剛說local segregation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可以發現在resisting裡面 其實最重要還是在這一塊 我們說這一塊其實就是那個pcc 大家都因為聽過resist裡面 就一定會一直提到pcc 好像很多功能都跟ACC有關 那resisting都跟pcc有關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bcc這塊還有bcc這塊 有一個特別大的一個群落 特別大的一個cluster 他們有很高的一個均勻度 那其他地方呢 則是0033的 0033的 那有趣的是說 rehold的map 跟所謂activation map的看法不一樣 它一般不建議你直接用肉眼去看去讀它 而是你要做所謂的group comparison 也就是當你今天是有一群病患跟一群正常人 你今天是有一群 even是task specific fMRI都可以用 就像我剛剛說原始的文章是拿resisting的rehold 跟motor task fMRI的rehold 去做這個statistics 他才會發現說在motor的地方 這個rehold就是局部均勻度的數值 其實在activation 或是我們說在motor activation的過程中 他們其實會有一個增減的現象出現 但大家先keep in mind 就是rehold大概就這麼帥 那rehold的呈現方式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矩陣都已經存在各位的資料夾裡面 未來你可以直接拿這個矩陣做統計 當然他們的toobus也有提供一個統計的介面 這是我們明天在提 但是各位先知道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它也有類似像svm 你可以去select你的size要多少 才可以survive下來這件事情 所以左邊有一個定義所謂cluster size 左下角cluster size 點它一下 像我們在那個svm裡面 我們都會keyfuxle size 一般我們都key什麼20 30 所以你這邊也可以key 第一個就是30 30 這是你個人習慣的數值 沒有一定對或不對 那通常太小 你key上去五個fuxle 你就說是一個class 人家會比較question 你就會覺得太多雜點 那一般我們會key一個比較大一點 30 那這個fuxle你可以不用自己算 因為它其實已經知道 我先cancel 它其實知道 在header裡面 它知道你這個影像的大小 把它再放大一點 它知道你這個影像都是2x2x2 所以你跟它說我要30個fuxle 它可以自己換算 就是30乘8 240就是你的fuxle 所以這個東西你可以二折一就好 一般我都只填上面30個fuxle 那下面 下面這個很大一長串的文字 你可以自己讀讀看 那就是不是很懂 但是你可以看到幾個關鍵字 有所謂surface connected 有所謂edge connected 跟corner connected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當你要定義一個cluster 是由30個fuxle組成的時候 一定是指他們彼此為neighbor 但是什麼叫neighbor 你必須在第三個edit裡面去定義 你要認為面 touch面才叫做neighbor 才會兩個這樣touch到才叫做兩個fuxle 還是說他們只要edge碰到 就叫做兩個fuxle 還是他們可以loose到corner碰到 就叫做兩個fuxle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去決定 那它代號 用代號來決定 4代表是surface connected 5代表是edge connected 6代表是corner connected 一般SPM所使用的都是用5 就是我們說容許到edge connected 所以請你key5按下ok 那你按下去的時候看一下你的螢幕 就是它應該會有一個小小的跳動 有嗎?都沒有 它有點當掉 各位有看到什麼變動嗎? 還是30 30太小 可能這每一個都有30 我們再調狠一點好了 我只要凸顯大家不用調 我只要示範給大家 我只要調個100 100總該有差了 怎麼都沒什麼差的感覺 有啦這邊輕掉一些 看一下 應該沒有error 沒有error 好 所以這個就是你自己去add chance 那你會發現剛剛這個 你key的數字它自己都會去幫你算第二個 所以這個你只要二折一去key就好 二折一去key就好 喔有時的error 那這邊右邊跟下面還提供了去savecluster的一個功能 右邊這個是save你現在所指的這個cluster 比如說我現在指到的是這個 假設我現在把游標指到一個小小的cluster上 你看右邊這個是save 你可以看到title上面寫是savecurrent points cluster 它現在是去存下你所指到這個cluster的image 它存的是image 它會是一個3D file 但是最後只會留下你現在所指的這個cluster的數值在上面 那如果說你用左下角那一個 就是把所有cluster的image存都存下來 所以它會是一個那個binary 如果我們記住應該是個binary的mask 啊都有 它有它會同的產生出一個叫binary mask 然後你取的名字 跟另外一個就叫做你取的名字 所以binary mask就只有1跟0 另外一個是它原始的數字都有被存下來 好 那另外一個是cireport cireport這個東西其實是那個 它是call xavu這個軟體 就是各位應該有聽過 SPN你分析完之後 可以用xavu這個軟體 去display它的一個location 方便你去調教一些p-value 然後做一個很漂亮的 就是consecutive的一些 actrosnice的一些呈現 那這個東西是 一旦你把它按下去 前提是你的電腦要裝xavu喔 如果你按這個button 它會在convindo上顯示出 你現在所指到這個位置 它的一些解剖資訊是什麼 所以我按按看 你看那些顯示出來這樣 它有好多喔 它會告訴你說 那個現在有cluster編號幾 裡面有多少個voxel 比如說好舉個例子 現在是cluster第46號 裡面有97個voxel 它的peak failure是落在m2的注標上 然後它可能的 包含的這些解剖位置是 從機率就是voxel多到少 依序是比如說superfrontal gyrus 然後還有一個是 這個是比較大的名稱 就是左半 所以它是lamp的superfrontal gyrus 就是大家可以去 用這個當作一個參考 因為有些人可能 對於brand的解剖 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 這個稍微操作一下 所以這代理上來說 就是它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功能 那各位可以稍微去玩味一下 好 所以這個是rehold部分 各位有沒有問題 好 再來 再來我們看一下 就是這個functional connectivity的部分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是各位其實 在初學的時候 最有興趣的 rehold可能都會覺得 聽都沒聽過什麼東西 但是functional connectivity 任何一個點 跟其他點之間關係會是什麼 我有沒有機會 在raising的情況下 也看到一些namework出現 當然這個問題 已經被answer了數千字 數百萬字 答案就是yes 你會看到一些特殊的 特異性的一些namework 這個namework不是random出現 而是它會跟executive function 執行功能有關 會有所謂 salience network 就是一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salience的中文 不會翻 還有所謂default mode network 預設網路 這三個網路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內work 內work的一個調控機制 它會跟你所謂 內在外在的關係 那題外話 先不管 我們先來看一下 怎麼樣 去 在raisingFMRI上去算 所謂的functional connectivity的map出來 好 所以現在請各位 先關掉這個rehaul rehaul我們就不管了喔 現在請你這個 回到你的這個 這個小視窗門把它關掉 呃 這個也關掉 好 我的mail在哪裡 這裡 現在請你試試看下面這個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點它一下 一樣跳出一個很像介面 但是不要懷疑它是不一樣 下面改成是寫functional connectivity 好 那 functional connectivity跟rehaul 有一個決定性的差別 在於 所謂ROI的設定 ROI的設定 當我今天 在算rehaul的時候 因為它就是每個faxor去掃過 每個faxor去掃過 每個faxor去掃過 我就可以去得到 每個faxor一個 跟它寧近neighbor的一個均勻度的數值 但是如果今天要算functional connectivity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每個pixel去掃過 很難喔 為什麼 你可以想像今天如果我要算 我跟假設教室裡面有12位同學好了 我現在要算 12個加我13個人中間的關係是怎麼樣 請問你要怎麼描述這個關係 你可以用13個數值來描述嗎 好像感覺怪怪的 因為13個數值只會有 13個pair的connection 但是13個人可以形成多少個pair 應該就是你就是c13取2 所以它其實是很多很多的組合 也就是說當我 如果我們先不考慮方向性 就是我跟他的關係跟他跟我關係是一樣的話 我們先不考慮方向性嗎 好 假設這種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是我跟他 我就必須用一個數值來描述我們的相關性 我跟他也要一個數值 所以當我來考慮的時候 我跟剩下12個人 我也可以加我自己 我跟我自己關係就是1 那我跟剩下的人可能就是介於 這個-1到1中間 就是看怎麼做正當 所以光我跟其他的關係 就要13個數值 當換到他的時候 他跟剩下的人也要13個數值 只有其中一個數值跟我和他 他和我是一樣的 一個數值是重疊喔 換到他的時候也要13個數值 只是他跟他的數值 又當他跟他的數值重疊 他跟我的數值又跟我跟他的數值重疊 所以說出來的 他需要一個13乘13的一個舉證 就這麼簡單 而且這個13乘13的舉證是什麼 是對稱的舉證 也就是x比如說 第一個raw跟第10個column的關係 和第10個raw跟第一個column的關係 是一樣的 他是對稱的舉證 沒有方向性 只有在我們剛剛所提的那種 grangel causality 有因果關係 有所謂effective cognitivity 有所謂方向性的時候 我跟你跟你跟我都不一樣 我跟你 maybe我是你的老闆 你是我的助理 那反過來 maybe你是我的解夫 我是你的什麼關係 就是不一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這個 端看你所使用的cognitivity 有沒有所謂方向性 so far 一般大家最popular在使用的 所謂linear correlation 是沒有方向性的 我跟你跟你跟我 是相對應的事情 所以這個關鍵就來了 今天跟rehold不一樣 是我要go through所有的點 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通常 我們在算functional connectivity 我們都會select至少一個target 也就是說我今天 我可以說我的brand裡面 在normalize smooth完之後 它總共有1萬多個點 其實不只這個數字 比如說4萬多個點好了 那我要去create 一個4萬乘4萬的矩增 會很浪費時間 而且這個意義很誇張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一個4萬乘4萬的矩增 或是我產生出一個4萬個map 每個map都代表是 任何一個點跟剩下 左點的關係 這是很痛苦的事 所以通常我們需要ROI 我們需要所謂的seed point 就是總值點 比如說我今天所好奇的是 在racing state底下 跟比如說某一個frontal區域 這個seed point裡面 它的這個訊號 相關的分布會長什麼樣子 會不會其實比如說是 parietal跟它比較相關 ocytal跟它無關 我們會以這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討論 所以這個是在左側 剛剛我們所定義的是一個 多少voxel的cluster 在這邊我們所定義的是一個ROI 是一個ROI 所以它有兩種方式 一種叫做voxel-wise ROI 另外一種叫做ROI-wise ROI 這個很繞口 voxel-wise ROI 意思是什麼 我圈了一個點 不管我怎麼圈它 我給定了一個seed point 我就把剩下所有點 跟它去做計算 那that's fine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它終究就是一個map 因為我只有一個ROI 跟你去算 了不起我辛辛苦苦圈了十個ROI 我就產生出十個map 那這十個ROI一定是在 你有目的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說frontal cortex multi-cortex 這個private cortex intra 上你有一些不同的target that's fine ROI-wise 是什麼意思 ROI-wise 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要 answer 問題稍微再簡化一點 我今天就在我的影像上 peak 十個region出來 我要去算這十個region之間 彼此相關 它就是會是一個 像我們剛剛說 十乘十的一個矩陣 那這就是所謂ROI-wise 的一種分析方式 所以 e的哪一種 你都可以看到 所謂的functional connectivity 你都可以定義出所謂的network 但是概念上 是不一樣的 這個理論上來說 你給的 這個prior越多 就是你給的一些限制越多 比如說我放十個ROI 跟我放一個ROI 意義是不一樣 如果我把我整個whole brain 都只局限在十個ROI之間做計算 那就表示我一定有很強的prior 是我認為 跟語言 跟認知相關 就是在這十個腦區上 我只想看 跟這十個腦區之間的變化 那如果說我今天就是不敢肯定 我只知道 我知道這件事情一定跟這個腦區有關 那是跟剩下的誰有關 我不知道 我就用FOXO-wise 一定算 所以這個就是完全端開你的目的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我今天研究的是一個精神病患 精神病患 特別跟我們剛剛所說 這種self-referential 一個自我 處在一個自我情況底下 特別有關係 那我maybe會把我的ROI放在intra 特別是Posterior Intra 或是Amigdala 跟一些負面情緒有關係的腦區 這是一個例子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看的是一個 偏攤的 比如說stroke偏攤的一個病患 你一定知道 他在 你讓他執行所謂左側的一個Motor 運動的時候 他動都動不了 那你想要知道 在動都動不了的情況下 會不會在Racing 也有一些變化 even他沒動 那我就會把我的ROI放在 這個 我的target region這樣 所以這就是一些 你一定有一些 prior 你一定有一些 assumption 你一定有一些hypothesis 然後你一定去drive 這樣的一個分析出來 千萬不要只是讓 那toolbox變成一個工具 我就點點看 馬上出來圖就出來圖 那make no sense 這再次提醒各位 好所以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都差不多 我們就來點點看 好 第一個要不要再點一次 不要再點喔 我們剛剛說過千萬不要再點一次 因為你再點一次 他就會再算一次filter 所以他filter過後 再算一次filter 浪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這個請你不要勾 那我們直接到選檔案的地方 那這一次我就要選不一樣的檔案喔 你仔細看 剛剛除了subject01之外 還多了一個 所謂subject01底線filter 這個資料夾 各位有看到嗎 好這個指的就是指 你被濾波過的一個影像 請你選這個資料夾 那因為你選了它 所以你就不做 不再做一次這個filter 那當然如果你硬要勾原本影像 請你再勾一次filter 這個就是看你自己 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幹嘛 好 那所以你要記得一件事 如果你有的時候process之後 發現你的資料夾裡面出現一個 所謂subject01底線filter 底線filter 底線filter 就表示你做過三次filter 你就要注意這件事情 不要再重複下去了 按照概念上來說 其實你越filter下去 他的訊號越來越頻 雖然我們設計的這個濾波器 是一個 Ideally是一個方波 會留下特定的frequency band 但實際上的濾波器 是一個比較像T型的 它會不停的削弱一些edge的一些power 所以它會讓你的訊號 越來越不像訊號 所以不建議各位做太多次 好 那 mask要不要選 mask不要選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filter過後 這個filter的過程 已經用了我們自己的mask 如果你之後忘記到底要不要 沒關係 你去檢視一下那個影像 你進到subject01底線filter裡面 有filter的底線4D file 雙擊它打開來看一下 隨便它也是240個發了 那你看它 一樣 你看左下角這邊的數值 但我油標準在上面 都是0 外面都是0 各位應該看得到 只有裡面是有數值 表示它是已經被mask過 或是你把它框選 一個誇張一點的數值 框得出來 框不再出來 就是邊邊是非常明顯 就是旁邊是沒有任何的一個雜點 所以這個是不要再放mask 放了也不會出來 只是沒有必要再放 好 那 在我們點roi之前先提醒各位 這邊有一個covariables可以放 這邊一般我們都會建議你放幾樣東西 其中一個很重要就是我們剛剛所說 realignment realignment這六個參數 就是我們說xyz的translation 以及royal pitch的三個立體角 原因在於如果今天是因為你頭動 而導致這個訊號看起來好像都很像 因為你頭一旦動了 其實大家在這個fax上 都會出現一個訊號改變的現象 但這個其實是因為你頭動的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樣的一個confounded effect 給丟掉 丟掉的方式是用regression 把這一些regressor 把這些六個參數當作是regressor 我們可以透過regression的方式 把它regress out掉 好這是一個動詞regress out 我們只用recedure來當作是我們的一個 這個correlation 請你點三個點 後面這個browser 請你選到剛剛spm process這個資料夾裡面 他進去直接會 因為他副檔名預設就要是點txt 這個就是由spm自動所產生出來的一個 這個六個數值 然後隨著時間做變動的一個參數 各位如果好奇的話 可以進到那個資料夾裡面 點一下這個txt檔 打開來之後 他就是一個六個column 特別是xyz 然後p取royal 三個立體角 他們隨著時間變動 總共有240個roll的一個數值 好 spm 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spm 其實 要看你怎麼寫 你不見得真的有去動過他 因為我們其實在寫的時候都是寫在他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概念 spm很多時候在做的時候 他不會create出一個 真的去動過的影像 他會改寫他的header 我會把我的transformation的header寫在裡面 但是當我正在取折的時候 我不見得會取那個header 但是有一些情況是 even我就算真的 我去動過影像 大家還是會覺得心裡毛毛 還是硬是會把它加上去 因為這個校正過程中 你不能夠保證 在這麼有性的resolution的情況下 partial volume會完全被 eliminate 掉 所以他們其實通常都還是會 把這個加上去 那這個coferent 其實他有一些其他的選項 但是我們在這邊不會示範 你可以去放一些 像各位可能有聽過 就是global single mean 大家會認為有一些生理的訊號 比如說呼吸 比如說possession 這種心跳 這種情況其實會produce一些 生理訊號 是periodic 是有cycle 有周期性的一些 global mean的訊號 他也會認為這種東西 應該要把它丟掉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不是 所謂的brain functional correlation 而是一個所謂 physiological noise 我特別強調是noise 但是 你千萬不要對心臟病患說 你的心跳是noise 那他也很生氣 但是在brain的分析裡面 這種所謂physiological 這種呼吸啊 心跳啊 都可以吸一種confounding effect 這個是你可以把它丟掉 但是那個 你如果說在 沒有你要平行 用column的方式加 每一個 對每一個column 對 比如說我有一組新的 比如說我這樣key 好 然後很辛苦的key 這樣 你還用columnwise去key 對對對 那通常這個事情 我們不會手動去做 你就用manepr寫一下就好了 對那 你可以有幾個選項 一來是如果你真的在 收 我不知道你們單位裡面 收fmr的時候 會不會綁上呼吸彈 跟記錄那個心跳 如果會 他們所release出來的這個text file 你也可以把它丟進來 另外一種就是 如果都沒有也沒關係 像我剛剛說 你可以把這個 取過mask的這個farlum 就做global mean 我把所有的foccal 是foccal圍度 而不是那個240個farlum 是假設我4萬個foccal 跟240個點 我就是把4萬個foccal做平均 所以得到一個1x240這個factor 這就是一個global mean 隨著時間變動的訊號 那如果說心跳或生理早訊 都存在在裡面 平均之後它會被enhance 我們一般都說 平均會enhance 共同存在的東西 會把一些 大家會 有的人強 有的人弱的事情 給抵消掉 這是平均的目的 那也有一些人 比較講求一點 就是說 我今天看的functional 是來自於gremator 我只要去regress 掉gremator的farlum 的平均訊號 都有 所以你有很多種不同的玩法 這個大家有在討論說 global mean 你不去regress 你會produce一些 negative的positive correlation 但是你把它regress掉到 又有人會說 你會create一些 force的negative correlation 就都有人在吵 反正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你就是知道 它有什麼樣的好處 但是有一好就沒兩好 就一定會有些壞處在後面 但是只是告訴各位說 這個平台有提供這樣的一個機制 通常 有些人會反過來用這個做研究 就是如果我今天 就像我剛剛說 你有加跟不加 會造成什麼結果 或是我今天就真的是一個 反過來我是一個 呼吸心跳有問題的 我們能不能從訊號上去 extract它 各位有沒有聽過 其實你可以從mri去算出 bren tissue的一個temperature 各位聽都沒聽過 但其實也是可以 就是影像中可以做一些 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當然大家都會在笑 就說那你就造個鏡往外線就好 你幹嘛用mri這麼貴的 但是就是有人會玩不同的東西 題外話 所以這個請你選一下 請你選在剛剛那個 這個這個我們說的這個 rp這個txt上 好 那下面一樣 都不用動 那剛剛那個下面有一個勾 那個勾就是指 直接會幫你額外輸出一組 divide mean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是會幫你做一個 fissure的一個 z square transformation 這個是我們在算 pearson correlation之後 我們一定都會多加做一個 這個是因為 整個分布我們會希望 它是符合一個 那z square transformation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ok 那這個大家應該多少都聽過 所以這個要勾不勾 隨便你 但是一般我們就是沒事就放 好 那還不能多喔 因為你現在沒有去指定你的ROI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開始 我們用一個Foxel-wise ROI 點一下這個button Foxel-wise ROI 好 那你就會跳出一個叫做 ROI definition的list ROI definition list 那現在很明顯一片空白 就是什麼都沒有 起點按下Add ROI 右下角Add ROI 那它很貼心的告訴你說 你現在其實有幾種possibility 可以來create你所謂的ROI 要嗎 就是你去放一個 空間上的一個小小的sphere 我去幫你算一下平均訊號出來 當作是一個reference的single 去跟剩下所有的Fox做比較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你可以用一些predefined的ROI 比如說你之前已經做過了GLM 你已經有所謂activation的cluster 或是你剛剛有rehold的cluster 我用它來當作ROI 可以 如果說我認識AL 就是automatic 這個atlus labeling這一個template 或者是你知道 聽過broman的atlus 它本來就已經把腦區defy成90到160 甚至broman大概是40 它label要到51 但實際上只有45個區域可以用 你有這一些atlus 你也可以把這些不同的區塊 比如說我今天要broman area6 當作是我RI 也可以 好 那或者是mask file 我自己辛辛苦苦的在那個 小花甲影片圈圈圈圈圈圈圈好了之後 我要用manable存成img檔或點nii檔 我也可以讀進來沒有問題 所以你有各式各樣的方式 他都提供給你 可以讓你來define什麼叫一個RI 那當然還有一種方式是time course 這東西很有趣喔 我可以把像剛剛那個同學提到的問題是 我把一個生理訊號當作是我的referenceRI 那我就讓大家都跟他算 我可以去看到道理大家跟他有多像 這就是另外一種玩法 所以tour都在這邊 但是你要answer question 會決定 你今天要怎麼去擺放這些變數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開始 sephirical的一個RI sephiricalRI 我們先看看 如果說你今天把一個sephiricalRI 按下next 你選擇哪一個之後你就要按next 他才會進到下一步 那這個時候他就很貼心 但是又很狠心的跳出一個次章 告訴你請你key上xyz跟radius 他就幫你create這個RI 但是誰知道xyz在哪裡 當然有些同學說我知道 因為我文獻讀很多 文獻上每次都告訴我說 這個activation區域就是xyz 都會列出來給你 是符合MI座標 那你也是跟他做到同樣的template 而且你的resolution跟他都 你的boundingbox boundingbox其實沒有影響 只要你的ac 就是你的original point 是一樣其實就ok了 那當然你就可以這樣去key 你還可以事後去驗證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key一個數值 各位跟我key好了 -42 0 42 假設我故意key一個這樣的一個數值 -42 0 42 那radius 要開多大 半徑是你自己決定嗎 那這個你可以自己去調 那我先開個6 你就跟我一起key 6個mm 那一樣 因為我們本來用在spn的座標 所以就是mni 我們不需要去勾左下角這個from teralogue to mni 他們的東西其實只差一點 他們有一個線性的轉換關係 ok之後請你按下ok 你會發現ok之後 你的下面這一條 就會出現一串程式嘛 不要去亂改他 這個是你剛透過那個gy之後 他幫你create出來的一個程式嘛 他會幫你灌到後續的運算 所以不要去動他 但你可以檢視一下你圈的位置對不對 按一下feel roi 你可能從文線上告訴你說frontal在哪裡 你就key進去了 但是你只要檢視一下 他會叫你peak一個brand map 請你peak這個subject 自己剛剛已經code registration過 而且已經normalize過了 這一個t1weighted image sbmprocess教材裡面有一個 我剛剛所說很喜歡的amwlat.img 請你點進去 又出現我們剛剛很熟悉的slice viewer 請你把它放到等級 放到三倍 有點小 像這樣 各位我們看到什麼東西 就會看到你剛剛那個 辛辛苦苦圈選的一個小小的一個 那個sophia就跑到上面去了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是偏在 稍微比motor在前面一點點 是我們 這是故意圈的 就是他自己有一個 我們稱作executive function的一個位置 就是ecn這個network 那這個network在race裡面 它的繩子它是分成左半右半 過去文線pns也都告訴你 它就是左半右半分開給你看 那我們就自己試試看 我們就是把它種在這邊 我來看看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不滿意 你可以調一下 比如說我覺得 這應該要移上來一點或怎麼樣 你就調一調 然後呢 把旁邊這個數值 key到剛剛那個方框裡面 所以你可以透過slicefuel開啟 你自己已經Normalize過的影像 用它當作是一個 這個選定RI的位置 如果說你對接播影像就是很熟 我知道這個一切到這邊 我就看到insure 我就要切posteriorinsure 我就切這裡 也可以 就dependent你是md 你是對這個brand anatomy 有多少都可以 那各位先不要亂動 先保留在我說的這個位置 讓它比較好看結果 OK之後 確定這邊有一串文字 你也沒動作它之後 請你按一下down 好 它會回到RI definition 裡面出現這個東西 那請你再按一下down 好 那這個時候 你剛剛那個foxwise 那個button的顏色就不太一樣 它告訴你說 你已經定義了RI的顯示 透過foxwise的運算方式 等一下 它會去算出一個map 是全部都針對剛剛這一個 所謂-42042這個位置 打開6個mm的sphere 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去 算它的correlation map 好 那二話不說 按下去do all 那我的八層還是會error 不過我這一次不用filter 所以順便有機會 看一下 我看後面還有什麼slice 可以先講 它這個應該比較快 這個大概50秒左右會完成 這是我們剛剛說的 看一下 還在算 等它一下 好 22秒就算完了 不錯 你們算完了嗎 如果你算完之後 一樣的 在你回到那個subject01的資料夾裡面 因為我剛剛沒有特別改 沒有再create一個資料夾給它 所以它一樣又會擺在 這個跟swares的一樣這個資料夾底下 會出現一堆 就是其實這是四個檔案 好 為什麼會有四個檔案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就是一樣 就是你有 主要有兩個影像 一個是fc map 就是functional connectivity map 另外一個是z開頭的zfc 好 那我們當然算出來一樣 你就做一樣的事情嘛 你就把這個東西create一個 像我已經create 叫做functional connectivity 而且我還給它加一個底線 叫做sphere 因為我未來可以用是atlas-based的 所以我現在是sphere 或是你說Sephira 都可以 隨便取一個你喜歡的名字 然後把那個檔案丟進來 把那個檔案丟進來 這是我之前算過的 這是剛剛算出來的 都可以 所以這個步驟 試圖讓各位就是熟悉這個流程 就是你當然可以就是 每一次都先create好一個資料夾 然後把它丟進去也可以 但是因為我的習慣是 我會喜歡先檢視 我覺得不錯OK 沒有要調的時候 我才會create一個資料夾去擺它 不然每次我都要擺資料夾 進去把它殺掉很麻煩 那一樣 算好的map 一定要眼睛為平 我們一定要來check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是make sense 還是不make sense 所以請你按下 一樣在functional connectivity 下方有一個 所謂的slice viewer 好 用法跟剛剛一模一樣 請你先在underlay上面 選上你的這個anatomy 但是不要急喔 不要按點點點 不要按點點點 它旁邊有個下拉選單 一旦你走過它就會留下痕跡 它會幫你把你剛剛選過的東西 留在下 你就直接點它就好 比較方便 那當然overlay現在沒有選過 你就自己乖乖點 三個點 好 那我們先看 先看 好 我們就直接看最後了好了 沒時間 看z 好 看z 好 一樣把它放大一點 這個 這樣 這樣 這樣都應該看得比較清楚 好 一片花花綠綠 有正有負的 好 但是我們先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稍微拖拉一下 我們把這個threshold調高一點 好 然後我點到這個很紅的地方 Z跟自己的關係一定最高吧 所以它一定最紅 要是它自己跟自己的關係都不夠高 那就很慘 好 我們隨手不要拉到0.8這麼高 我們拉低一點 好 像這樣 各位現在看到這個東西啊 你看 主要是局限在同一個半腦裡面 而且是parietal跟frontal lobe 這個所形成的這個network 就是我們在racing上最常看到一個ECN 那當然還有一個常聽到叫default mode network 你可以去放放看 比如說放在pcc pcc大概是在這個位置上 你放在pcc這個位置上 你一樣可以去找到一個類似像 我們有時候稱作tripo 三腳架的一個位置 lateral lateral inferior parietal 跟medial medial這個prefrontal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就是你可以去試試看 你去擺放不同的一些東西 那它可以去answer你不同的問題 概念上實驗設計會變成是 如果今天就是有兩組不同的人 正常人跟病患 病患我已經知道 比如說他精神疾患 所以我已經知道他可能跟一些 我們說dopamine的回路 或是跟一些所謂self-referential的回路有關係 那我們當然就會把它放在那個上面 然後去比較 最後所得到的這個map 我們所謂的map 不是整個那個function community map 是因為你已經砍過出來之後 有顯著的這個map 你把它取出來 我們剛剛說過你可以去save cluster 你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最後再拿這些cluster的map去做 統計比較 OK 那甚至有一種做法是 他們光是在一開始這個分部上 他們就可以拿來做比較 他們就會說 通常在domo裡面 前面的frontal跟prioto連結會有明顯 但是就是共同出現的情況會有明顯 但是在patient裡面 maybe會不見 或是maybe會多一塊什麼 這個是他們另外一種討論方式 所以這裡提供給各位參考 好 那functional connectivity裡面的另外一塊 這個在今天沒有機會秀給大家看 因為有一個程式我們還沒裝 可能明天才有機會 但是我做給各位看 riwise 好我們剛剛說 riwise就是我們選很多 所以這個其實跟foxwise 沒什麼不一樣 我現在要講的是 在這個裡面的 比如說我現在加一個 我剛剛說下面不是還有很多這種嗎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其實真的要做一個 比如說腦區切成90去 我要做90x90的一個矩陣 我當然不會自己手動放90個圈圈 我會非常 你要說老師問你說你怎麼圈這90個 比如說心情好就放90個點 跟我是非常al放90個點 那意義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當然就要知道怎麼樣去擺這一些東西 那我先走過一個簡單的流程給各位看 但是他中間需要很關鍵的步驟是 你必須要取得所謂subject 自己的 自己的喔 屬於他自己的一個possulation的矩陣 就是屬於他自己的一個al的矩陣 我們當初al或是brome era 在定義的時候他是定義在標準空間上 但是他的pixel size 比如說他是1x1x1y 跟我們現在是一個2x2x2不一樣 所以你不能夠直接用他的 但是你可以想辦法從這個標準的 這個atlas的這個模板 轉換成你自己subject的模板 那個需要一個所謂IPSPM 各位可能有些人有聽過 就是他是based on SPM的演算法 但是他是一個這個叫做IPSPM的一個toolbox 這個明天的示範也可以看 但我們先假設 如果你手上已經有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atlas的話 你要怎麼做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知道是al al al大家比較常聽到還是brome al可以嗎 al可以 那我們就一樣 點了他之後按nex 那他就自動開啟這個al 是一個人家已經建置好模板 你看人家這個醫生們很辛苦的去畫RI 已經告訴你在標準MI的template上 這一些區塊 他會是什麼 你看這邊左邊 有一個這個說明 那這個是他的標號 比如說標號E的是 左側的precentral cortex 就是前運動彼此區 應該說運動彼此區 就是以central sucks做切割 這邊切一刀 前面叫precentral 後面叫postcentral 是primary somental sensory cortex 所以你這邊可以去不同的切換 上面都會告訴你他的一個簡寫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然後或者是一個所謂 inferior orbital的frontal gyrus 就是這個名稱各位要自己去念一下才會記得 但是我們常用的話 你可能一看就知道他是什麼東西 好 我可以去pick任何一個我想要的地方 比如說今天老師就告訴我 Sahamas很重要 Sahamas一定是要這一次要看到的東西 所以我就把Sahamas當作是我的target region 但我該怎麼做 只保留 才能夠只保留這個Sahamas 我要怎麼做 他提供了一個功能 在說這個功能之前 其實不要忘記 你一樣可以去overlay 你的brain image在底下 因為有些underlay 因為有些人可能就會覺得 我不習慣看這種RI的圖 你可以去墊一下 你把它墊下去之後 這個是你subject的這個頭 它這樣可以墊上去給你看 大概長這個樣子 所以inferior我們說 它大概就是在這個 比較這個 裏底的位置 有一點歪掉 你看像這個temper 就是我說它根本沒有對過 這是我只是直接把它貼上來 這個不是一個最理想的情況 但是我們稍微勉強看一下 這個Sahamas大概在這邊 這是calde,putamen,paladin anyway,inch 反正就看你們對這個奪手 那我們現在就是比如說 我對右側的Sahamas有興趣 那我可以看到它的編號是78 好,這78 那我現在就要用stressholding的這個功能 把78留下來其他都丟掉 怎麼做 不能只用這一個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一分為二 就78以上 78以下 不行 你要用這個下面miss個 我們說雜項裡面有一個叫做 set range of thresholds set range of 也就是說它是可以夾擊這個threshold 很棒 所以我們就點它 上面就告訴你說 請你去設定threshold value range 給它一個最小值 跟一個最大值 就是你要夾擊的範圍 所以我現在這個話不說 我現在要的就是78跟78嘛 所以我就78 就是我只想留下78這個區域 按下OK 那很快的 它就會只幫你留下這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 你把它save cluster save當下這個cluster 把它存下來 那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它為什麼不給我存 存cluster之前要先按一下cluster size 這是它的規定 遊戲規則 你就是隨便踢一個什麼30就好 然後下面就選個5 這個是它規定 你一定要先設好cluster size 才可以去save cluster 但不管你怎麼設 其實都不會影響到這個東西 因為這東西很大 這是你要定義出來的ROI 那你再按下save cluster 存一個叫做比如說 Salamus Salamus OK 它一個底線RR 代表它是右側這個 好 它就會自動幫你灌進來 它所謂關鍵是什麼 它就幫你指到 剛剛你所設定的路徑上 這個路徑 你可以看一下它長什麼樣子 它在這裡 Salamus 底線R 點它兩下 就這樣 它就在影像上一個小小的孤島 但是它就是在剛剛那個對的位置上 supposedly 應該是這個樣子 但是 這麼做是不對的 我不要忘記為什麼不對 你看影像賽斯是one by one by one by one 我剛剛說過這個是他們標準模板賽 不是我們two by two by two by two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去跑 一定會ARRO 它一定會白點色可以看 所以這個明天我再告訴各位 你會怎麼樣取得 所謂subject specific的這個Athelus 然後你就可以用它 取出無限多的OI 你只要設一設設一設之後 你就可以取出這些OI 好 那下面只是換成broman 另外一個template 就是問你想看 你就點進去 它就是另外一個Athelus 就是看你的一個喜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 functional connectivity的一個部分 那最後其實只有要提 這是我們剛剛說這個 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那個 明天有沒有機會 先幫大家裝一下 就這個 去這個網址上download下來 然後它一樣解壓錯之後 就include它的路徑就好 對因為IPS片 其實當初他們最先發表出來 是32bit 就是32bit會員在用的 就是32bit會員在用的 但是後來年久失修 大概03年還04年之後 他們就沒有更新 但是現在64bit會員電腦是主力 各位電腦都是64 所以他們原本舊版不能跑 所以後來才改 改改改編了那個64版本 丟在我的網頁上 所以各位如果未來 64bit的電腦有需要 你可以去download這個版本 它可以幫你把 標準Athelus的模板 轉換到你的 這個subject自己的這個 這個座標系統上 好 那最後我們要提的其實是那個 ALFF跟FALFF 這是超難念的 一個叫Fractional 一個是原本的模型 那各位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它的理論很簡單 它的理論很簡單 就是我想要去看 所謂regional的activation 這有點吃人說夢話 明明就是在RacingState 為什麼會有所謂regional的activation 這個只是他們自己定義的方式 那定義的方式很簡單 我們去看它的頻譜 頻譜的強弱 就代表著它activation強弱 這是他們原始的definition 所以我們不要看這些文字 我們看這樣 有一個文字一定要看 這個 這段很重要 就是它告訴你說 ALFF為什麼要存在 人家說有rehold 也有functional connectivity 也有ICL 我幹嘛還要ALFF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 它會告訴你說rehold 跟functional connectivity 其實剛剛答案應該都有個sense 他們都在算所謂的相似性或相關性 只是rehold是鎖在一個cluster 一個neighbor裡面 但是function connectivity 可以開到整個brand這麼大 但是總而言之 他們都在算所謂intra或interregional的 time series的一個similarity 都在算所謂的相似性 但是ALFF跳出這個思維 它告訴你 我不管所謂的相似性 我只看 在這個flustration過程中 它某一個特定平帶 所謂特定平帶 就是0.01到0.08 為什麼我們從頭裡 在提這個平帶 是因為過去早就已經有人告訴你 0.08以上 甚至0.1以上 都跟身體訊號比較有關係 就是心跳的power 呼吸的power 但是0.01到0.08這一段 是比較purely for neural activation 應該說neural activation 所謂induce的這一些 hemodynamic的變化 這樣的一個power 所以這是為什麼後來 只要大家提到所謂connectivity 所謂elevation 大家都喜歡鎖在0.01到0.08 或者是0.01到0.1 或者是0.01到0.1 或者是這樣子的方便 所以ALFF我不管相似性 我不管這些事情 我只看每一個訊號 它在0.01到0.08 這一個頻段裡面 它的power 所以它才把它定義成所謂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就是0.01到0.08 是非常低頻的flustration 也就是我只看這個低頻範圍 它的一個power 來代表它的一個所謂活化 所以各位不要被迷惑 這個activation不是 一般所講的activation 它說出來就是一個 power spectrum裡面的power 就是頻譜分析裡面的power 所以它流程很簡單 一個訊號進來 就是任何一個factor 都可以寫出一個 比如說它是198個發冷的訊號 一個時間點的訊號 那你就先做bend pass filter 只留下0.01到0.08 那接下來透過free earth transform 各位應該多少都有聽過 橫軸轉換成頻率 而不是時間軸 轉換成頻率 然後我們只留下 剛剛已經bend pass過 所以我們只留下0.01到0.08 把每一個peak的數值 平方相加當作是power 這是energy很常用的一個算法 平方相加當作power 所以你可以得出 在這一段裡面 其實就是一個 不是平方相加 它是square root 它是開根號 為什麼是開根號 好我可能要確定一下 但是它現在看起來應該是開根號 它是開根號 但是因為一般我們的power 應該是平方 但沒關係 反正它們就是一個 你要直接加總 你要平方你要開根號 反正就是這個區段裡面的 加總就對了 算出來數值14.60 好14.60 然後最後會再去除以global mean 就是每一個點都會有它自己的這個 蘋果的強度 我再去除以global mean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是6.45 所以每一個點 你都可以得到所謂低頻段的一個power 代表的是他們所定義的regional activation 這是他們所定義的 但是很快的 自己推出來之後 沒多久就自己推翻 真的很奇怪 07年推出08年的時候 其實有更好的方法 因為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只看power 你去ignore那些身體訊號 你就會發現最後他們算出來 那個很強很強的地方 power很強的地方 regional activation很強的地方 都在腦式裡面 莫名其妙 但是因為腦式裡面 呼吸性要特別明顯 所以後來才出現一個 所謂fractional ALFF 去把局部的local頻段 去除以總頻段 也就是說那些 反而就是只包含身體訊號 其他不夠強的地方 它其實分率會比較小一點 這是他們的一個調教方式 好 那這個概念因為太簡單 所以我都沒有想要go through detail 它的介面 各位可以這樣一下 但是我現在連按都不想按 因為它這個ALFF跟FALFF 只差在哪裡 就差太多了一個F而已 你沒有開玩笑 你看介面都一模一樣 所以它硬是這樣做兩個button 也沒什麼好看 那裡面設定的東西 Nothing new 我們剛剛說最有特色 都是左邊這一塊 每一次我們都說 左邊這一塊都藏了什麼 Foxel neighbor size 或是我們說 它現在連藏都不藏 就告訴你說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of fluctuation computation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沒有什麼好事 你把平帶甚至都不用勾了 反正這個我們前面都已經算過了 所以你就直接勾這個filter filter這個資料夾 那後面 no mask 直接把它算完就可以了 很簡單 那最後 你所得到的這個map 你想按不按都沒關係 最後我可以告訴各位 所以我只秀了FALFF 因為如果你只摔ALFF 你得到解 有時候我剛剛說的 很多都在腦式空腔裡面 但是如果你是用FALFF 你得到的map 會長這個樣子 比較稍微比較合理一點 有一些是落在grade map上 但是不免除 有些人還是會覺得 它是不是都沿著腦溝走 是在CSF上 不知道 但是一樣這個map 你直接去看它的意義不大 你一樣要做所謂group comparison 因為這種所謂racing 還定義的所謂equification這件事情 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很多這些新的名字出來 雖然被SIDE很多次 因為它開創了新的定義方式 但是它也被很多人攻擊 很多人攻擊 所以對於racing statefmr 至少經過了我們今天這個 很快勾出一次 我希望各位能夠 對它有個很基本感 你有很多的方式 很多面向去看它 你也大概知道 怎麼樣去勾出這些東西 但是明天 我們會進到 比較adfense一點 比如說我們要create一個 比較大的矩陣 就是我們剛剛說 functional map based on these atlas region create一個比較大的矩陣 第二個是 我們看一些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剛剛說 另外兩個 就是grangel 跟between hemisphere 的一個connectivity 那再來就是我們說 這個statistic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統計的這個部分 那最後最後才會 帶各位看一下 那一個 我說一看到就想關掉 那一個GI 但是因為那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真的對racing 跟SPM都很熟了 那那些button 跟checkbox對你來說 就有不一樣的意義 那時候你就可以選擇 去使用這樣的一個東西 好 所以supposedly 如果你最後都處理完了 其實你應該要跟我一樣 就是每一個 你都會create一個資料夾 那裡面都會分成別類 把這個相關影像都擺好 那當然如果你在go through 你的study的時候 不要這麼做 不要沒事大海撈針 你就是找一個 你覺得最make sense的去做就好 好 好 時間差不多 各位對於今天內容有什麼問題 你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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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2 是一般它 大家最常用出來就直接寫個2 那你可以adjust它 那一般其實大家目前用到 要涵蓋whole brain的話 其實大概1.6已經極限了 當然除非你的扣油或機器 或你的音樂 sequence不一樣 要不然1.6 2 甚至3都還有人在用 就是看你的那個 數字怎麼樣 這個東西會取 會影響到你頻補分析 我今天每兩秒才打一個點 就表示我的頻率最多就是只能看到 多少 就是我們說它的 呃 兩秒打一個點 表示你的frequency 是看到0.5個赫子 那我們說按照 niquid frequency frequency的這個 theory 就是你只能除以2 最多 應該說乘以2 我最多只能看到1赫子的變動 所以它是一個 不是一個像1.1G 你可以隨便看到 2000赫子啊 1500赫子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scale 所以我們看的是寫的變化 寫的變化 從一個baseline到一個peak value 一般都花2到5秒 所以它是一個很慢的一個 Slow的一個dynamic 所以它跟我們所謂 neural activity minisecond 你再算是完全不一樣 那如果我們真的沒有的話 就各位如果回去 你的電腦有辦法裝得成的話 我去試一下 第二個跟第三個subject 因為明天如果我們要做一些分析的話 可能要多拉幾個subject進來 那當然不會有空給各位慢慢分析 所以請各位就是都做一下 要不然明天就只能點點樣子 就是按按button 但是你可能看不到幾個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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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